真是难以置信 这位老人已经这样做了三天 这三天里 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一动也不动 现在已经变得寿骨临寻 他的弟子们一直毕恭毕敬地守在他的身边 实际上 这位老人已经进入了三摩地 那么这位老人是谁呢 他在印度可大有来头 这是他进入三摩地之前的影像 可以看到体型前后差别很大 他是印度著名的一位圣人 名叫阿查里亚 维迪亚萨加 他因长时间冥想而闻名 因出色的学术和修为而受人尊敬 就连印度总理在他面前也要顶礼膜拜 2023年11月5日 莫迪亲自去拜访他 并接受他的祝福 1946年10月10日 阿查里亚出生于印度的萨达尔家村 家里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 他的姐妹们也像他一样 选择了一生独身 阿查里亚从小就热爱学习和画画 1968年 22岁的阿查里亚接受了一位僧人的启迪 开始了非常严格的苦行生活 一个人徒步穿越了整个印度 阿查里亚从来不喝牛奶 也不吃豆腐 蔬菜和水果 只吃土豆和烤肉 后来 他发誓要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 变成了只吃土豆 甚至盐和油也不吃 每天他只喝一次水 用手指接水喝 吃饭也是一样 每天只吃一次 他将食物放在手掌上 一次一小口 睡觉时 他从不用床铺 直接睡在地板或木平台上 没有任何床垫或枕头 每次讲经时 他都是坐在一个没有任何衬垫的高价木座上 阿查里亚有一个习惯 他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三四天 很多时候 虽然人们总是试图猜测 他的下一个目的地 但他从未宣布 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阿查里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 一生都致力于经典和哲学的研究和应用 他精通泛语和其他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撰写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评论 诗歌和精神文本 其中就包括印第与史诗穆卡玛蒂 阿查里亚的教义充满了智慧和同情心 从而赢得了无数精神追求者的 深深敬重和钦佩 可以说 阿查里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灵性领域 在促进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 他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用自己的努力促成了学校 医院和社区中心的建立 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水平 2024年2月18日 阿查里亚进入了三摩地 当得知他离开身体后 很多人不约而至 想看阿查里亚最后一眼 印度为他的离世 进行了半天的默哀 印度总理莫迪 将他的离世描述为 印度不可挽回的损失 莫迪说 我的思念和祈祷 与无数奉献者同在 子孙后代将铭记 他对社会做出的宝贵贡献 特别是他为人们的精神觉醒 扶贫 医疗保健所做的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